据某媒体10月19号报道 46岁性感女神钟丽婷 与比自己年轻12岁的内地艺人张伦硕 下月8号将与北京举行婚宴 婚礼筹备事宜已进入尾声 一对新人一心情紧张 曾经历过两段婚姻的钟丽婷 下月第三度出嫁 最近不停忙着采购婚姓物品 及座裙挂 更买了红被 莲子 椰子 红枣等 新婚当日放于新床上的物品 她说 我知道是早生贵子的意思 但变得好有压力 而朋友一会送金珠 都是寓意早生贵子 那我就看看铺莲子椰子 在床上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事 预计婚礼 钟丽提坦颜心情予紧张 她说 我好希望婚宴 各个亲朋好友都可以来 大家都可以开心见证我们的爱 我觉得人生好美满 开心everyday 张伦硕心情亦同样紧张 作为家中独子的她 被问到父母有没有要求她传宗接待 张伦硕明显护妻说 我都考虑到她的年龄 而且我们两个工作都好忙 有没有小朋友好难预测 如果上天给 当然是开心事 如果没有 一天天有命 顺其自然 母父母接受了我们的婚姻 同样这方面也都接受 至于一直备受关注的姐弟恋 女村男卑等负面新闻 张伦硕明显不介意 并豁达表示 我觉得每天起来 开不开心最重要 别在意别人的评论 我也不需要做到别人想要的样子 最终要两人过开心的生活